好啦真的是最後一步了 本週GNN最後的重點 界線突破系統正式實裝 這個之前就有跟大家預告過了 20.0版本會有一個新的界線突破 那這個界線突破一樣有幾個條件 第一個是適用於召喚師背包內的召喚獸 當中不包括以諾 那你這隻召喚獸必須是雙滿的條件 雙滿就是不包括昇華 那要界線突破的話 就要使用全新的道具 金破 突破了之後可以增加20等的等級上限 三維可以再進一步的提升 那最後一個是可以用指定魔法石封印系列召喚獸練至金破 那你練至所獲得的金破越少 這一隻召喚獸進行界線突破所需的金破就會越少 這是一個對等的關係吼 關於金破官方也有四個點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第一個是金破也分為無屬 那當中金破又分為金破還有零金破 屬性的金破只適用於相同屬性的召喚獸 假設你是火屬的金破 就只能用來界線突破火屬的角色 那通用金破的話是可以適用於任何召喚獸 獲得的方式可以透過活動的關卡 或者是兌換 競技場兌換 關卡成就 行商要塞或者甚至是魔法石封印角色 再來20.0版本 官方也會送給各位召喚師1000個金破 還會根據你的魔法石封印抽卡次數來回饋你 接下來這個角色符石之前 官方也已經跟大家說過了 你如果有達成條件的話會引發額外的追打 那這個玩法是什麼 就是你每次在轉租移動符石前 點選你的隊伍中的角色往下拉 那這個角色就會引入珠盤變成角色符石 並且開始倒數轉租時間 角色符石的話等同一顆角色相應的屬性符石 如果有消到的話 這個角色就會額外追打一次 那你只要做了這個動作之後 不論你有沒有消到這個角色符石 這一隻角色在下回合進入的時候就會一回合攻擊力變0 所以這個玩法的話就是在考驗各位玩家們 要在什麼時候啟用這個角色符石 最後我們來帶大家看一隻新的角色 這一隻是傳說魔物系列的 地心蜈蚣的話是暗屬性的獸類 CD6可以發動主動器 暗符石轉化為獸族強化符石 然後會把新轉成隊長屬性 一回合內所受傷害減少65% 那你隊伍中每多一種種族成員 額外增加一回合效果 最多就是持續三回合 OK那以上就是20.0版本的一些角色資訊 還有界線突破系統 帶大家搶先看一下 我覺得當中比較難理解的是角色符石啦 大家有什麼疑問 或者是你對於這個系統有什麼看法 都歡迎大家下方留言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見 白撲